再來我們看另外一個case是這個防波 跟在肯定亥一樣 這樣的一個防波 周期是N 然後它的區間是-N1到N1 所以總共是兩倍的N1加以 有數字的是兩倍的N1這樣子 再來怎麼辦 那你就代公式去算 這時候就要代公式 因為這個你大概找不出來 S 的意思是在-N1到N1之間是1 然後其他地方都是0 所以我們現在都考慮一倍的 任意的一個周期應用的介入 那怎麼辦 你就代上面的公式 公式就是上面這裡 你把你要的這個titleman這個訊號 乘在Expd.jk 那你把它添進去 添進去發現我的區間只有到這裡 這邊雖然無限多相對 可是我的區間只要-N1到N1對 那數字等於1 然後後面是Expd.jk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等比奇數 沒有辦法把它拆開來看 所以右邊這一項 右邊是-N1到N1 然後後面這一項 那這一項我們有關心的 只有這個N 所以N在這裡 所以前面這一串把它放在那個基底 隨便整個的N字 你可以不用管理一片的東西 反正Expd.jk 我們也可能是一個負數 其實一個常數值 k這時候是某一個固定的常數 所以就是一個常數值 三因子這些項就變成是一個等比奇數 第一項是這個括號 整個這個括號的-N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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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2-N1-N4-N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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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N3-N1-N1-N3-N3-N1-N2 Terb.jk 整个像单元区等于2π等于0 0就是0,0 如果是-等于1的时候你可以算 等于1就不用算 加起来就全部的像素 或者是你可以看出其实它等于 我如果把第一项是-n1这项全部提出来 后面就是第一项是1 第二项就是以翅膀 然后第二项是一次类的 总共有2n减翅膀 所以这边记得是2n1加1 为什么要特别尝掉这个数字 因为我刚才有讲过这边有2n1加1 所以你在算那个等比比数 就是上面会有几个e 因为每一个e都乘上一个sp 对于你的不同的数字 所以你有2n1加1 所以上面这个数字 你也可以把它大概画起来 本来是由m 这边是-n1一直到n1 你也可以把它转换一下 变成m从0到2n1 反正就是2n1加一下 那你的系数变成是这个 后面这边做一个调整 这只是另外一个变化 或者把这个n1提出来 然后后面有剩下的2n1加以上的线性组合的关系 后面就是一些等比基数的关系 所以对这个例子来讲 我发现我的Ak会是这个东西 你想一下 我们当初在肯定跟他来说 我们导出来的Ak是什么? sing function 上面有一个sin 下面有一个t 有sin c 然后处于c 这样的一个sing function 这个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 我们就算一下 首先 k如果等于0或者n的整数倍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k本来就会 k是那个时间种 就是那个转成负列结束的时间 这个k的也会呈那个周极性 所以是第0项是最主要 因为后面的都会跟它重处 k等于0或者是n倍 或者是2n倍等等 那Ak是n分之2n1加 这个跟Continence还是一样 记住的就是周期分之曲解 就是有数值的曲解 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在想调2n1加1这个数值 就是原来这个地方是有2n1加1 可是有1的其他都是0 就是在n个这个周期里面有2n1加1 所以A0呢 或是A2n 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只讲A0 因为这是周期性 所以除了A0 1倍的大N2倍大N 或-1倍大N2倍大N 另外一组如果不是等于 就是其他的 就借于中间的话 那它的西数就刚才那个 Ak就等于n1分之1 等于ZkOm1 1-公比分之1-公比分之1-公比分之首下数 就是我们看来最后导出来这一项 那这个我们就划解一下 这个另外一个公式你要备一下 或记一下或超一下这个 以后一直会用到 1-2exp x1-1 z3-e 我们会把它前面这个猜成两项 因为前面是常数 是实数 所以会移振移振移振 然后除以2 为什么会除以2 因为是后面这一项 后面这也是-1 x1-1 就是2分之1、2分之1 前面那個是1,所以它有一個正2分之1、負2分之1 這樣子之後,大家都有一項叫做負2分之1 那就提出來,所以負2分之1提出來 後面留下來是正的減掉負的,但是是2分之1 正的減掉負的,但是是2分之1 就是上面那個2分之1 所以利用這一組關係 是我可以把這個分子跟分母做一點點轉化 因為它分別是exponential的 1減掉exponential的什麼東西 1減掉exponential的什麼東西 那我全部把它除以2提出來 這邊除以2,這邊除以2提出來 所以就等到下面這兩算非常醜陋的東西 前面這個就是分別提出來的部分 就是對應的是提出來的部分 提出來之後你發現這一項 如果你在看原來的公司就是正的減負的 所以如果除以2J,那不就是sin 為什麼要提出來? 因為我變正的減掉負的 然後除以2J就變成散 所以這邊除以2J,這邊也除以2J 大家分子分別都除以2J,所以不用再乘 還有一個是前面這一項 前面這一項你會發現 這邊是2N,我會把它修改 這是2N1加1,這邊是一個 因為這整個都前面都一樣 所以是2N1加1,分子分母是一個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N1 所以之前提出來它的一項 就是N1加2,分子分 lar 然後這邊提出2M1,然後這邊 cal 然後這邊還一點點tu 你移出来这边是附,所以这N1跟这个N1就写掉 然后这2分之又附了,这边又附了,所以有效变 所以消一掉之后这两个刚好消掉,所以这些都被你消掉 就刚好都一样,所以全部都消掉 那这边除以2J,除以2J就变成是散 分子的分子都是散,但是它们不太一样,差一个系数在这里 这个系数是N1加2分之1,那个N1加2分之1就是那个2N1加1除了 就是你那个区间除以2,所以你可以去比对Continue Type,其实公式都一样 Continue Type这边也是,就是T1去除以2,就是你那个区间除以2 但是Continue Type不一样的地方是这边SineSine Continue Type这边是Sine,分子还是Sine,分子就还是Sine 跟Continue Type不太一样,那前面也是有一个周期的打数 再来我们就把它画出来,我这边画几个情况 N等于10,周期等于10的时候 我先固定,我的有数值的区间都是2N1加1就是5 那我画几个,周期等于10,周期等于20,周期等于40 这边发现就是大家有数字都是5个 只是周期越来越大的 然后我找出来的公式是这个,A,K等于N分析,然后Sine 后面这一串是N1加2分析 那因为我的数字都是5,所以N1加2分析这边都是5 大家都是2分析 所以你会发现差别是在这个,其他都一样 差别是周期,因为我选择三个周期不一样 但是区间有数值的区间都是5 对应专别去算出来A,K 这是用Nenable去画出来的结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好像有刚才讲的那个,Continue和Sine的波 慢慢慢慢地减 除了这个之外,你发现还有一件事情是周期 这个周期等于10 这个周期等于20 这个周期等于40 那还有一个地方,你如果记得 我们在Continue和它讲过这个数字 虽然我把它画一下 可是因为我的Scale不是放同一个 所以基本上下面这个比较小 你可能看不太清楚,这个比较小 那这边画的是A,K 那我们在Continue和它做一件事情 我如果画的是N乘上A,K的话 再画另外一组是N乘上A,K 这时候的这个高度大家都一样 刚刚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数学有点小 你可以看一下,如果同样的我如果画A,K乘以周期 那形状不变 但是高度,这三个 不管你周期是错的,它得到的数字就是1 这个是Discrete time肯定太不一样的东西 第一个你要记得是,不一样在它的 所谓的think function 是sin除以sin 它的think方是sin除以sin 然后这边的上面的一样就是区间去除以2 就是你真正有数值了 对这个方波的区间去除以2 然后下面这个是一倍的 如果只有画A,K 只画细数的话,形状是这样改变 但是它数值就越来越小 然后如果你把它乘上周期 它的大家的高度,就是这边的高度变一样 就是变成大高度 这跟continent height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关系 另外做一件事情是 假设如果我让周期固定 都是40 但是我改变的是区间 所以我影响的是这里 所以下面画了三个 周期都是40 它只是中间的区间不一样 就是区间不一样 有几个,一个是n1等2 所以总共就是5个 n1等于4,所以总共就是9个 n1等于8,所以总共16个 n1等于9,总共就是38个 n1等于9,总共就是38个 38个,几乎全部都是 只差两个 因为这周期是40,所以差两个 那我一样把它带进去刚才那个公司 你可以找出来的k的结果就是这样 那首先当然你可以发现这个周期是40 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的周期都是40 那当你比较升越来越大 就是你这个区间越多 你会发现会变成像一个impulse 其他都等于 所以让你看一下这两个参数 就是周期的变化 上面这个是周期的变化 然后我所推导出来的ak 或者这样的结果 这个是周期如果固定 然后我那个区间的变化大小的结果 那你会看出来我对应的ak 会有怎样的关系是 对应的 在这边 是周期的 有点 对应该有点 是周期的 对应该有点 对应该有点 感谢观看